各位好,今天2月19号,我是五月三人,吃了吗您的? 徐州铁链女这事出了以后,大家就各显神通,扒各种各样的徐州的数据 包括像什么封县的城投债,然后这些东西都给扒出来了 金融界的人也觉得说这事看不过眼了 那直接把这个城投债这块给从他自己的赌合名单上给消除掉了 那还除了这个呢,还发现了这个叫什么,就是徐州复联 徐州复联呢大概是2000多万吧,一年2000多万的这个预算 就是包括他的收入和他的支出啊,然后他花了2000多万 然后其中1000多万呢是给这个发工资,各种各样的工资 一共的在编的是20多个人,29个人 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就可能是离退休的这些人员 一共发这么多钱,后来呢,我就算了一下啊 大概是这么回事,就是一个人呢,就不提这个运算过程了 因为我们大致也只能够估算 因为他的这边,一边的是他的限职人员 一边是他的那个离退休人员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花了多少钱 还有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包含在里边吧 就是包括他的什么这个保险呢,这些乱七八糟的 那大概而言呢,他们可能一年养这一个人呢 大概需要至少是20,限职人员吧 大概是20多万人民币 20多万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 嗯,是这样啊 那个去年的徐州这边 人均的可支配收入大概是40,300多块钱 您理解这些事吗 就是说,在复联工作,这个铁饭碗也不说了 然后他的所享受的福利待遇也不说了 就是直接的货币收入 就远高于这个徐州这边的平均的这种城镇 还是城镇平均的这种越可支配收入 可支配收入跟他的越收入还是有差异吗 但是你再怎么算,对吧 他也远高于这个数了 大概至少也得到三到四倍之间 这么高的这种差异 然后后来大家都觉得说奇怪 说怎么花这么多钱 就有人一直在扒这个事 其实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过时 后来他就懒得去看那些数字了 因为像他们这种机构啊 我们是其实是理解 他到底是怎么回,怎么运作的 所以呢,你在体制内待的时间长了 你这些东西还能知道吗 对不对 我原来在中国劳动保障报还待过呢 那中国劳动保障报 那你知道是中国劳动部的那个报纸 官方报纸 这帮这个劳动保障或者工会什么的这种事 我还能不清楚 他们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都不明白 所以就有人说呀 说你把这个 你解散 对吧 你复联解散 那个像什么 作协解散 工会解散 就是开始刚说都是复联解散 把复联给解散了 然后呢 说养着这帮人没事干呀 其实啊 这事您还真说错了 这帮人啊 都有事干 包括复联 包括工会 包括作协 这些都是我们我党我政府有机的组成部分 而且呢 其实你不要把它看作一个说 这个是一个什么社团 他自己注册呀 在中国特别好玩 就是说呢 他把自己的都注册成这种社团 就是自发团体嘛 社会团体 但实际上呢 这些自发团体呢 都有一个东西呢 它其实是一个叫做准政府机构的这种性质 您想想看呀 那原来我在中国劳动保障报的时候 那个劳动保障部 它底下工会 全国总工会之类的这些地方 它就是在政府机构里面办公 而且呢 在中国这边的工会 您我不知道您在没在工厂待过 我在工厂待的时候 那工会 它肯定就是 就是整个的国有企业的 托产形式的 有专门这么多人 对吧 而且呢 这中国工会还跟别处不一样 别处的工会啊 都是说 比如说吧 我是产业 某种产业联合 您像我们 比如说 我们知道的 像这个卡车司机 对吧 最近这个加拿大闹 挺那个挺严重的 它要是工会呢 它不是说 我这A公司 我作为工会 我B公司作为工会 不是 它是整个的这个产业工人 它是一个联合体 它是这么个玩法 中国不是 中国呢 它是一个 以这个公司 比如说吧 我原来在首钢 首钢公司工会 它整个都给纳入到其中 你是钱工也好 你是电工也好 你是炉钱工也好 对吧 它不在意 它你工种不在意 但是呢 它都给搁到这个工会里面来 所以你每个人都是工会的会员吧 我们每年还要 每个月好像应该是 从工资里扣 还是怎么着 去交那工会的会费 然后享受一部分的这个小的福利 所谓的福利 为什么我说这个中国这个包括工会 包括复联 包括作协都是社 就是叫社团嘛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香港那是香港一说社团 或者是像这个日本这一说社团 基本都是黑人会机构 但是呢 这些地方呢 都是一个算是正面意义的机构嘛 就说是这个工会啊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都是对维护工人利益的 我们还专门有工会的法律 但是呢 实际上来讲啊 工会啊 从来就不是一个维护工人权益的地方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叫做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以及这个劳工 劳工权益保护的有益补充 但它首先 它是 它把自己整体的 对工人的这种 这种怎么管理啊 它是做一种完善性的东西 就是我已经做的不错了 然后呢 我为什么要有一工会呢 那实际上这工会呢 就是给我这块啊 做一个有益补充 万一我哪没想到呢 最开始确实是如此 为什么 因为中国那会儿啊 就所谓的这个就是 工业基础薄弱 那它这个工人的 就工人的含量啊 在劳动人口当中呢 不高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是 我们虽然是一个制造业大国 但是呢 我们农业人口 也是还超过工业人口的 它跟美国那种东西不能比 美国那个全机械化生产的 它其实农业生产 美国像农业生产的 更像一个工业生产 它是一个大生产的 整整体的一个过程 那很少的人就可以管一大片的地 中国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中国农业人口到今天为止 它依然是 除了某些产粮区啊 它依然是那个 基本上小农耕作的 这地块很散 所以呢 工人这块呢 他刚开始的时候干嘛呢 他首先呢 他这工会啊 是做了这个行政与后勤的补充 您可能都不知道 就是原来在这个工厂里 我工作的时候啊 老保这一块这个走 走到哪啊 走到工会那 您理解吗 就是说你在班组工作 你比如我们 我们工作的时候啊 我是个电工 我的那个衣服 鞋 然后安全帽 还有手套 是跟普通的 其他的工种不一样吗 因为我的绝缘性要求要好 那这个东西 从哪走啊 走的是工会那边 他给你那个 给你批这个东西 给你去发 尤其是有一些那个 比如说高压设备 我有高压的电工本 我比如说 我那个桶高压 桶高压那个跌落保险的 那个拉杆 那大长杆子 那上面有变压器 那上面有保险 你他掉闸了以后 你得去那个 把这杆子接起来 然后一使劲 啪 这么一条 当年咱哥们练枪练的好啊 这是绝对是好 我当年那个 我学传统武术的时候 我们八卦 我们八卦掌这一门 有枪法 咱哥们枪练的好 啪这一条 特别好使 所有的那个老师傅都看着说 兄弟你这 你这小伙子 这手够利落的 我说对了 哥们这拿这当枪使 怎么着咱试试 就大概都是瞎扯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种 还有一种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对于后勤的补充 因为当时的这种 你如果在工业这个工作 就是吃这个商品粮 你在这个 你在你成为一个工人 那个时代是一个 很自豪的事情 对 而且是很稳定 收入很高 就是在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 它是一个很 很不错的一个工作 它呢 但是 所以它实行的是什么呢 是从出生到坟墓 那你像 像我们那种大型的国企 这什么都有 我不跟大家讲过吗 自己有报纸 自己有这个 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东西 都有 这个没有 就是它几乎是一个小的社会 整个的北京石井山区 就围绕着首都钢铁公司在转 这个东西 所有的大部分的人 还就住在那里 然后工人住在那里 各种各样的这种 设施也在那个位置上 比如说 它的商场 有商场 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小卖部 然后呢 有各种各样的小区 全都在那块 它从出生到坟墓 它是用这种模式啊 来进行这个整体的 整体的社会管理的 这个包括 包括像这个 您可能觉得说 说那复联不是这样吗 复联也这样 复联 您看着说复联 哪就是各个街道 或者是怎么样 都是都有 但是实际上 它背后的内涵完全一样 它是作为一个 社会管理的部门存在 就是家庭啊 这什么 你比如说吧 像我们这种大型的这种企业 它有工会 有复联 干嘛呢 你婚丧嫁娶也要用啊 它会渗透到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不光是帮你 就是它的原本维权的那个差事 它不一定能管得了 但是呢 它管的什么呢 就管的你所有的生活 这各种各样的生活 包括 包括夫妻吵架 那复联还管这个 你在 你因为你工厂里嘛 对吧 你肯定 有可能两口鹅肉双之宫 还管这个东西 你然后呢 生儿育女 结婚 婚丧嫁娶 这些东西都管 他们都是包括复联 包括工会 全都是这么管 这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呢 它呢是怎么着呢 还有一个 就到现在为止 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好使了啊 大型国企可能还好使 但是呢 更多的地方变成了摆设 和那种一种呢 就是叫什么 安插人员的方式 为什么说 徐州那块那地方 对吧 徐州那块那个地方 它能够花这么多钱 那就是说 它摆设虽然是摆设 它因为已经丧失了 对社会管理的能力 因为人员的流动性啊 它已经开始了 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 就是尤其是在 我们进入了21世纪之后 就这些人员的流动 是极度的加快 那已经没有办法 去整体的用一个 你原来我说嘛 行业 它以行业来划分 那这个是一种 但是中国的工会 或者复联 或者怎么样 其他的机构 它不以行业划分 它也不以资源划分 它是以区块划分 你在这个位置上 你比如说你生活 工作在这个地方 那你就是这个工会的会员 你是复联管理这一片 你出来这个地方之后 就没人管你了 它就不能管 所以呢 您比如说我是一电工 我要是当时 如果说正常一个工会 对吧 那我是一个 比如说全国那个 高压电电工联合会 那我今天我在这 我呢 明天我在那 我去工作 但是呢 我是全国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个工会的一个会员 这个高压电电工联合会的会员 我去这也可以 去那也可以 他都管 但是这个不行 一旦我说我从这个大型国企出来 我比如说有一厂子 那个小厂 它没有建工会 那但是我就 我就不再是工会会员了 我没法去啊 因为我是 我是以那个区块划分的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东西 所以呢 就是说 它一个现在成摆设 第二个呢 它叫安插人 对吧 你先知道 现在工会 没啥用 妇联也没啥用 那个 这个叫什么 做鞋也没啥用 但是呢 都要有 为什么 它要有 它要安插人 它要养人 为什么叫养人啊 我记得有什么 当时有一家非常著名的房企 就那会儿挣钱了 他说一句什么呢 就是跟那个来北京啊 他总经理就说了 跟我们吃饭就说了 说我们挣钱了干嘛 我们要养事 为什么要养事 就给自己说话 或者是代表自己利益 或者是说 那个就纯粹为了社会 说文化嘛 我们商人挣钱了 要把这个事 就是这个文化人养起来 这样让你好好的 能够踏实的做文化去 怎么着增加这个社会的这个 风盈度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那实际上国家呢 养人 中国政府养人呢 就是这样的 它可以把更多的人 纳入到自己的这个财政体系当中 吃官饭嘛 就是说原来呢 叫吃商品粮 现在叫吃 叫吃那个事业 事业边 这种东西呢 它可以呢 尽量的把这些人呢 纳到体制内 一个 我原来就跟大家解释过 一个人纳到体制内 甭管你是事业的 还是那个企业的话 包括是国企 包括是这种 这个行政 对吧 你一家子 你肯定而言 就是他坚持着支持者 他就维稳的一种模式嘛 这种模式呢 也叫赎买式的维稳 所以呢 这种赎买 赎买社会力量 那种东西呢 那包括像这些 各种各样的准社 准政府机构 那都起到这个 起到这一部分这样作用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呢 因为中国的管理啊 它是一个 从上到下 尽量管控的过程 对吧 那又不能够 深入到这个层子 方方面面 因为你比如说 像其他的 就是我们公务员 他这个东西 不可能把所有东西 都管起来 他只能在 某一个框架下 他再去管理 但是呢 那软性管理怎么办呢 那你就需要 像工会呀 作协呀 这个复联呢 他作为一个 软性管理的存在 他把这个社会 社会给 在他们的设计当中 给管控起来 对吧 您比如说 尤其是这个作协 像这种机构 那作协到底有啥用 其实是 狗屁用没有 我连加入都没加入过 兄弟我也出了六本书 在大陆出的 正规出版 还都挣钱的书 那为什么不加入作协 因为我知道 那东西没用 而且不再没用 而且有害 他每回组织这个 包括学习 对吧 你看现在 尤其是我们 学习我们当今圣上的 那些 非常质朴的讲话 对吧 文采 文采杰无 但是呢 你得学习啊 然后我 如果我天天学习 学习大玩 我写个毛东西 我还写小说呢 这不是把自己嘴都脏了吗 这叫什么 就是那个八哥 叫脏了口了 对不对 那怎么玩啊 这不可能啊 所以呢 就是我没加入 但是你很多人要 很多人要加入这个东西 你这样的话呢 它其中有一个联谊的用处 你可以认识很多人 对吧 比如男作家可以睡睡女作家 女作家可以睡睡男作家呀 男作家男作家 之前互相睡一下啊 这个也是其中应有之意 然后呢 各个区域可以来各办笔会啊 这些东西花这些钱呢 满足乱走啊 然后还有一些呢 可能是拿到一些补贴 说写字这一行能养活自己的呀 其实不多 我是我算是中 就是拿笔写字的人 拿笔写字的人里能真正养活自己的 我当时在国内算一个 这是少数的 这非常少数的 不是说很多 那用这种模式 把这个东西 一个是综合起来 能够让它管理 二一个呢 是呢 用另外一种模式 来进行补贴与赎买 那很多的作家 你看 什么时候他妈的作家 要拿国家补助啊 对吧 你除非是拿个什么奖 或者是国家有一什么小的计划 一次性的给你点钱 不是 他这个有的时候 经常有国家几级作家什么的 还有这种玩意儿 所以这些东西 他都是整体社会 我党 对吧 我党我政府 软性控制社会的 各个的准政府机构部门 所以你不能够 你说 你把他说 你要给他 我操这他妈什么玩意儿 我要给他 我要给他那个什么 给他 给他取消 你就不要去干了 我们省下钱来干其他的 怎么可能 你知道 你把这复联给取消 是砸了多少人的饭碗 不用这我党去弄你 这复联的这帮 连复联的带家属 而且他妈 复联一堆的大老爷们 你知道吧 他这个 他就能把你给捶了 所以呢 他不可能用 从那个 从 从任何方面 他都不可能 让你把他的这些 这些准政府机构给弄了 因为这在他看来 虽然 说实话 就是社会管控的力度 或者他形成的这种 形成的对于社会的正面影响 越来越小 但是在人家算的账 跟您算的那不一样 您算的是正常人算的账 人家算的是政治账 正常人跟政治 不是一回事 您理解这事了吗 所以啊 你让他说 这个 把这个去 得得得 解散了 咱又省钱 又那个 又 又省地方 对吧 那 没戏 没戏 就这么简单 这就 其实这 约等于四舍五入 咱约等于 你就打算一下 不要党的领导了 你懂这意思吗 大概是这么个路数 对了 顺便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 您知道 中国有工会 对吧 您知道 中国农会在哪 您考虑一下这个 更好玩 咱有机会 我再给您讲讲这事 好 谢谢诸位